杜鹃花圆艺品种的分类 要养好杜鹃花,首先要了解杜鹃的类型和品种特性 目前,普遍认同的是以下的圆艺品种分类方法 即毛鹃 下鹃 东鹃与西鹃 毛鹃 毛鹃又称毛叶杜鹃,大叶杜鹃 特征是 长绿至半长绿灌木 直立,独干或多干丛生 叶长大 叶面多毛,粗糙 过称毛菌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开花 花期约十五天 花即生于枝顶,多数单半,少有半重半,重半 花色有大红 粉红 紫红 纯白等 毛菌适应性强,生长迅速,枝叶丰满,寿命也较长 是四类圆艺品种中最高大粗壮的一类 盆树,盆栽,地栽皆宜 园林布景或百花陈设时,非常壮观美丽 东菌 东菌 东菌应源自日本,与西养菌对应特称为东养菌 简称东菌 其主要特征是 蜘蛛 蜘蛮矮,枝条细软,发枝无序,横枝较多 叶卵形,叶片薄,毛少,嫩绿色,有光泽 花类着生枝顶,开花特别繁密,被誉为花盖叶 花棺漏斗状,小型,口径2-4厘米,筒布长2-3厘米 多数品种的花鳄演化为花棺,形成内外两套 称套筒或双套,夹套 花色多样,不耐强光直射 栽培时,须适当遮阴 因其蒙发力强,耐修解 花、枝、叶、均纤细 是理想的盆景植物 夏娟 夏娟特征是 株形低矮,叶稠密 叶长卵形,狭小 质厚,色深,多毛 金霜后,叶片暗红色 花期五月中旬至六月 甚至延续至七八月 花棺宽喇叭状 口径4-6厘米 大的有七至八厘米 西娟 西娟是原液栽培品种中花朵最美丽的一类 其主要特征是体型矮小 发枝粗短 生长较缓 叶片厚实 生绿色 极生枝顶 叶面毛少 叶片的大小 形状变化较多 四月中下旬开花 在温室中栽培 则花期可提前至十二月 花形大 多数重拌 花瓣形态及花色变化十分丰富 观赏价值高 但适应性及抗病理较差 适宜盆栽